回煮菜的朋友 懂煮菜的朋友都晓得 巧味品的重要性 味道 味道 乃至于那儿 食材是低味的 巧味品才能有所彰显出它 甘味的味道 是不是 如果你的花椒不好 麻味香味从火而来 很多人说的 哦 花椒只要麻就对了 一大错特错 花椒不但要麻 还要香味 还要不悔苦 这个就是为了这海外的供销 比人家卖的贵 而且还卖的好的原因 你表情看到它 哦 没有外头的一个红 没有外头的一个大壳 这个不是一个哪里惯上的东西 这个是进我们鼻子进我们嘴巴的 我们师爷说过在吃饭的时候 他说我们以前选花椒根本不看 咋个选 首先第一个抓一把起来 那么通过这个手缝缝 我们气口 我们专业叫气口 就晓得这个花椒好不好 然后再弄一下 看它的干实度 这个样子来选择花椒 那些意味着 哦 只看颜色看图片 你晓得花椒好不好的 这个叫 这个才叫春酒 好不好 拿回去 吻一下 赏一下 黑花椒有句话叫啥子 吃半边 麻半天 麻不到你半天 你来找个八十一半 好吗 好吗 谢谢大家